在抗日战争中,日军帽子上的两块布有什么作用? 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看抗日神剧细心的朋友,会看到日军帽子上面有两块布,看起来很丑陋,那么日军帽子上的两块布到底有什么作用的呢? 在丛林中作战的时候,日军帽子上的两块布可以遮挡耳朵,不让蚊虫钻进耳朵里面去也,可以阻挡树枝刮伤脖子刮大风的时候,那两块还可以遮挡沙尘在作战的时候。 日军帽子上的两块布可以阻挡一些爆炸物的破片,能够减少士兵们的伤亡率,在炮火梦烈的时候,噪音是非常大的那两块布, 可以减弱一点噪音减少对导音对耳朵的伤害,在寒冷的冬天那两块布正贴着耳朵,能够防止耳朵被冻伤,夏天的太阳很大时,那两块布可以遮挡一部分阳光有很好的防晒作用。